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沃克曾表示他毫无例外地反对堕胎 他否认 媒体报道称他在2009年为女友的堕胎买单 沃克的目标是在佐治亚州推翻民主党参议员拉菲尔 他回应了美洲野兽周一的报道 该报道称 候选人当时的女友提供了一张收据 一张支票副本和一张由他提供的康复卡 该报道是在佐治亚州提前投票开始前两周发布的 这是决定民主党是否在众议院中保持微弱多数的集场关键竞选之一 这是沃克的最新丑闻 他是首次公职候选人 也面临家庭暴力指控 在11月8日的中期选举之前 堕胎问题迫在眉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